行政官林月娥表示,他已向中央政府要求助,以分配地延滑新的新冠疫苗到港,他指,被疫苗同受核准,疫苗使用的法律框架限,安排木箭延之上组, 政府早前通过预先采购协议,购买三款由不同制造商生产的疫苗,其中复星医药和德国药厂Diotec生产的疫苗作用正式经法律, 可准可在港作紧急使用,如期下月底到港,阿斯利康药厂,与英国牛津大学合作研发的疫苗, 质要下半年才能公广,至于科兴控股,香港有限公司生产的疫苗, 目前上显临隆床研究数据,香港的药剂业人士指出, 建议政府在必要时批准使用已在来地,大规模接种的过药疫苗, 该疫苗保护高达79.34,以和澳门采购。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,去年11月自己赴京时,已经向中央提出, 希望有需要时中央能分配内地研发生产的疫苗供香港市民接种, 他在8-10日前认为有此需要,已正式向中央政府提出向本港分配由内地生产或研发的疫苗, 他强调,争取疫苗安全有罪供港,让市民尽度接种时他的责任,他一定会尽最大努力。 而中央政府对香港防疫工作的协助,也一直以不容辞,在香港爆发新冠肺炎疫情, 根据而漫长的抗疫路上,中央政府永远是,香港特区最大最强的后盾。 从一开始疫症爆发初期,香港面对一阵难球,点七能力不足, 加利病房病床短缺的困局,以至后类次离滞留武汉及海外人员,到最近香港, 在全球各地抢扣疫苗,中央政府总会提供全方为无限支援,在这场世纪疫症中, 香港会扣祖国,无,巨风浪,克服重重挑战, 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接受电台节目访问时站和有关做法,相信如果和中央支持, 国产疫苗公共的时间会加快,被问到引入新疫苗,要经过专家委员会讨论,是否能应得使用,谭耀宗说。 相关手续特区政府会处理,相信特首一定心中有数,他指出,国药疫苗在内地已广泛接种, 而有问题外界亦会知道,大家应该对国产疫苗有信心, 而免活疫苗是传统制作疫苗的方法,相信是够稳妥,相信在中央支持下, 我们一定能早日实现清零。